五層樓高透天錯冒出大量濃煙 三四樓全面燃燒 建築物也被燒到焦黑 這事發生在5月3號高雄市區 名義爛文德住宅無死活警 現場布水線使用3條2.5吋水袋 但現在卻有基層消防隊員爆料 救災過程又瑕疵 指揮官強制下力用2.5吋水袋 結果在樓梯打結 每條300公斤重拖不動也扭不開 水量如同小便用流的 這次無線電緊急大聲呼救 加壓加壓 但水量還是不夠 支援的特搜下令改用1.5吋水袋 但為時已晚 民意無口鬆意不治 相方員更爆料 早點用1.5吋水袋 絕對可以在10到20分鐘之內 把人救活基層槓長官 我們沒有硬性規定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用1.5吋的話 我們基本部這邊要來做處分 消防局澄清沒有硬性規定 使用哪種尺寸水袋 都是看現場狀況 兩種水袋比較一下 1.5吋流量每分鐘114到474公升 充滿水重量27公斤 機動性好 操作人數需要1到2個人 2.5吋流量每分鐘比1.5吋大2到3倍 重量78公斤 機動性差 需要2個以上操作 是火災情況選擇 消防局也實際測試 遇到樓梯轉角哪個比較好 消防水車加壓沖水 2.5吋水袋立刻自行解開 1.5吋不僅解不開 就連搬運時也容易打結 你在那麼大的一個載火量之下 你用1.5吋去壓制的話 你連火點也都打不到 那個溫度那麼高 我們消防人也受不了 名義賴維德女兒女婿 一家五口死亡火警 消防員爆料高層害命 消防局澄清再澄清 引爆基層 長官消防戰術論戰 記者聰沛城 王書宏 高雄島 退? 時間速 dire